你好 我有三個問題 馬先生 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經常講文化 文化這個字 雖然的確是可以有很多定義的 但是我不明白你所代表所選的文化 演藝體育和出版的解決裡面的文化的定義 和一國兩制共同相處的文化 和議會文化的文化有什麼關係呢 我覺得你選其他界面 我不會問你 但你選這個界面 我覺得很有問題 起碼文化的定義就不是這樣 在這個界面的人說不是這樣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這個界面 其實很多人是沒有票的 真正的選民是沒有票的 你經常說你和你相熟的業界有接觸 我想知道這些藝人是什麼人 是不是體育界 有票的體育團體 連旅遊都包括在內 旅遊已經是把你本地有的文化向你宣揚 你本地沒有文化怎麼宣揚呢 我想知道你代表什麼業界呢 你就算我們沒有票 你也要讓我們口服心服 所以我很懷疑你選這個界別的資格 第三個問題 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 至少周先生有講到 他的三個圈 文化政策的合議 即是業界本身的理應 政府的support 即外面那層文化環境 最大層就是大社會的文化 即是公平 自由 公義等等 非物質的value 我想知道馬先生 你的文化政策是什麼 你說張信光教授的文化政策 我看過 他其實說了一句 香港是不需要文化政策的 因為香港是multicultural 我們的文化政策就是multicultural 好啦 不管你同不同的說法 我相信馬先生 你想拿這個議員 你告訴人你的文化政策是什麼呢 一個朋友 你提過三個問題 第一個 我先回答你最後一個問題 回應我不可以讓人回答 因為我也不知道回答不回答 說香港沒有文化政策 或者不需要文化政策的人 不是相信香港 但是有這樣的人 我告訴你 曾經這樣講過 就是殖民地一個文康港博師 蘇耀祖 當時他被人質詢 香港有沒有文化政策的時候 他說香港文化政策就是沒有政策 又或者反過來說 沒有政策就是文化政策 這個是見諸文字 這個是第一點 我的理解是文化政策 其實說到政府的政策 政府有的能量 主要就是它採握我的資源 我是說你的政策 你怎麼傷我們 我不是說政府 我不是說其他人 我不是說你代表我們 你有什麼政策 如果你問我的看法 其實我很多主張 我的政策已經被射了 如果你想認真了解 第一 你可以用時間去看看 或者你再用時間和我再談 這份不是我的政策 這份是我個人介紹 我的政策應該是這一份 如果你沒有 可能可以在盤頭那裡有 這份才是我的政策 OK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說不票的問題 現在我們目前的狀態就是 譬如今次參選 這個界別共2,920票 它裡面主要是 有些是公司票 有些是團體票 也有小部分的個人票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結構 也是最複雜的 整個工人組別都沒有這樣的結構 我們這個界別是特別的 很多這樣的情況 是有一些歷史的原因 這個是不是很理想 你問我 我都不會認為是理想 是可以改變 應該改變 那怎樣改變呢 只能夠說 第一 我們的業界自己取得共識 第二 就是我們要爭取到社會的認同 而很現實的就是 你怎麼可以在立法會那裡爭取通過 當然 也都要政府主動提出一些方法 我們才能夠修改那個法 修改那個法例 也都要在立法會通過 因為我們每一次的選舉 之前大概一年左右 都是由政府提出一條法例 譬如今年2016年 就有一條2016年 立法會選舉條例 有一個草案出來 最後立法會過了之後 才會成為法例 我們才能夠選舉 所以那個選舉的構成 選舉的構成 就根據法例 你說有沒有選票 我可以今天跟大家說 我是這個界別的議員 但是到這一刻為止 或者今界為止 我都是無票的 和大家一樣 或者和大家很多人一樣 都是無票的 那你說合不合理呢 我作為一個電影人 從事電影都有差不多三十年 二十幾年的工作 我作為一個文化藝術的 工程工作者 亦都有十幾年的時間 我都無票 是否合理 不合理 不合理 怎麼辦呢 我們未必要想辦法改變它 好嗎 所以提到一個 剛才早點的時候 周國賢提到 眾票 那我的看法就是 根據法例 我剛才提過眾票 馬先生 你一開始 你好像你自己 放在那些 佛陸依德的一種 漏口漏出 我會說眾票 總之你認為那個選民的結構 或者那個票 不合理 所謂填票 那問題就是 每一個 符合到那個法例的 團體 或者是個人 其實他有 他有責任要去登記 第二 他都有權利去登記 那 他如果能夠成功地登記的話 經過這個選舉事務 全國的 法例是不讓他有資格登記 你作為個人 我作為個人 都不根據法例 是不合資格登記 這件事你都覺得 不合理 不公平 那我們就改變他了 那我想問一下 我續問 你做過些甚麼 你做過些甚麼去爭取 開放這個選民基礎呢 怎樣去為我們 爭取個人票呢 上次的政改 是完全沒有提過 爭取 即是說你確佩這個選民基礎 爭取為我們 爭取個人票的 為甚麼呢 其實在那個過程裏面 有一些團體譬如說 來找我幫助 他們希望加入這個組別 成為這個選民 我也有幫他們爭取過 但是不成功 政官都沒有接受 所以都不成功 如果大家有這個想法 大家可以找我一起去談 談過一個可能的方案 我是很願意去提出 那他找你做甚麼 你找我都沒有辦法 找了你都沒有辦法 我都可以看 你談不到 每一次有人投助的時候 我都盡量用心用力去幫他解決 能不能夠解決到 這個當然不是我不用 但是如果有這個訴求 我是非常樂意去 為大家去發聲 去提出大家的看法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這幾年 我經常擔心這個白色恐怖 我想問候選人 一個問題給大家一個參考 就是 在你們認知裏面 六四事件有沒有死去 我想看六四事件 我想看六四事件 一件這樣的事件 你問我死了多少人 我真的回答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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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都給我講完 你 有沒有死到人 那有死的人 那是有死的人 死了很多人 去找 那死的人 裡面 各式各樣的人 那些人都有 那我的看法呢 這一件 是令大家都很傷痛的事情 是令大家都很傷痛 這個傷痛呢 是 每一個中國人 都難捨得痛 每一次我想到鬼回憶起的時候 都不會很不開心 這個大家都經歷過 你說有沒有死過人 這個不需要問的問題 我們以後能不能夠有一個辦法 去避免這樣的事情再發生嗎 這個才是重要的 好 我們一個君子協定下一位是領土 我 你好 你好 想問馬議員一些問題 或者馬後宣有些問題 我自己同事藝術界的 曾經同事於畫廊國藍會及販賣行的 我很好奇想問關於藝術國藍會和Zekha的事情 因為其實現在整個 我不知道馬議員有沒有研究過這個藝術國藍會 這個 phenomenon 其實 譬如Archester 新加坡 很多很多國藍會 已經在今年 是因為整個地球的經濟萎縮 所以就已經剪掉了 如果你再開一個藝術國藍會 其實對於香港的 所謂當代藝術以至是沒有裁 或者什麼是沒有幫助的 第二就是 其實不需要Sever 我們向外已經輸出了很多藝術人員 或者是專裁 我們只有一個人 或者兩個三個人 會在各大的所謂最大的藝術館做警察演員 或者是院長 那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他們選擇離開香港 其實是因為行內主導行內 我們這麼多年來做藝術也好 做商業或者做公營經購也好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 不斷會有些聲音來 去跟我們說 你應該要做什麼什麼 但是那些人甚至乎不在藝術界 那我很好奇 你已經拋出了這麼多的波 說我們要引入很多資源 那你那些run的人會是什麼人 他們會是藝術界的人 他們其實都是那些來自於 所謂好像現在Empath 有個前房處處長這樣空閣的 那我們沒有辦法可以再做到什麼 而我們就會離開香港 為什麼我們會是現在辭死水 其實是因為你們很多時候 在行內主導行內 我們很多人是發揮不到 甚至乎你說要增幅1億5千萬 去培訓藝術行政人才 我們很多人自己自費 去了外國 讀了很多master 回來 我們最後會選擇去外國 繼續去從事我們自己應有的業務 因為香港根本上沒有任何發展機會 我不是很明白這個問題 其實你最想希望去看的是哪個問題 每一年都沒有希望 因為很多次進去這些東西 到你投入成億去 陪法人才去投入很多次去嫁窩囊 全世界所有的復活經濟政策 其實在網上會 將會在事前提升 它去出現分會 帶你任何收益 香港已經在那裡選擇 還有一個法座 而阿森園圈 那些人反省 將整個 香港沒有買了給法座 而它是不需要政府支援的 一堆日資金做出力 也都是任何的 因為天生香港 但是一個是香港 一個是自由 即是春秋的港口 所以它做任何 其實是只能夠 不需要政府的經濟政策 但是我的理解 其實政府 如果說公堂 沒有多少投入去搞這些 藝術展覽 其實不需要 因為 事實上它都沒有 可能你沒有搞清楚 那個不是我建議的 就是政府曾經說 香港缺乏藝術行政人才 這個它其實是針對西九出來 西九這麼大的項目 可能會帶動起 香港那個藝術人才的需求 所以它為這件事作準備 提出了這些錢 我們在西九這個 System Curator 在2300人的座位 我們是有足夠的人才 而這些資金是不足夠的職位 我們不需要再說 我們不想很多錢 他們會在尋常的界線 去承受到自己成為一個 所以藝術轉移不簡單 我是一個人才是一個人才 我一個人才會 我一個人才會負責 你再通過一些錢去花 一千塊錢 成大的 Therapet Tennis 你出來了 成本這個政府在頭 通過一些錢 可能會 成為幾年時 他們會負責 香港的職位 也可能在這幾年時 是未定會有下一屆的學生 他們就未來投資英國 不會債你實質的職務 那為甚麼不可以投資回去 為甚麼他將我們現在商量2,300個人 商量一個位的 那2,300多個人商量一個位 為甚麼你不再開放更多的藝術館呢 不問你更多的 我給你一個報告 其實這是我的觀察 老實說我沒有你剛才的數據 這些數據是很有用的 我才能說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我嘗試從我所知不知道的東西來理解 西九華建設 提了出來之後 無論是一些商人也好 一些教育的機構也好 有很多的 可能一下子就一摩蜂出來了 而政府又有政府自己的政策 他便出台說原來的調查 可能是五年前七年前的調查 香港不拒絕這些人才 事實上的確是拒絕的 所以西九一出現的時候 首先就把我們八大團的一些行政 畫了過去 連我當時魏魄局的總裁都被畫走了 的確是在那一刻出現一個嚴重的不足 適應不到 但接著可能有十班或者二十個教育 一年出了幾百人 而西九的進度又不是那麼快 又未去到立即可以擴大到 即是扣立這一批人才 我們不是出現了剛才你說的那個現象 這是我相信發生的 至於你說 甚至於為何突然有那麼多藝術展出現呢 當然一個就是世界經濟的問題 但是也有半土 有一個西九效應 因為當時來觀察到 甚至一些大的財源地產商 他們的發展地產項目 都踢上這個所謂文化的藝術 大的發展項目都有一些明畫放在那裡 他們各間公司也都進行了大量的採購 本身都採購了 所以現在你看香港的大地產商 他們的總部 畫多或少都有很多這些層次的藝術品 有幾多是本地藝術家的作品 我都很歪 但這就是所謂的西九效應 接著來的就是巴塞爾 他也是看盡這個機會 人入香港都是幾年的時間 這個其實是連帶關係的 你一看到有一個西九效應 整個藝術的生態 立即出現了很多變化 有些變化政府也掌控不到 他都不知道會這樣發展 所以就有剛才出現這種情況 但以我所知 藝術展基本上是政府沒有投入 唯一說沒有投入 就是TDC提供了一個場地 但他們都是要負租的 其他那些都是私營的去辦 私營來說 我覺得有人要去辦 有人要去投資 我們都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自由的經濟 所以那個現象就是這樣看的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回應之前你的答案 關於所有西九發 西九分的問題 其實我最重要的想問的是 為什麼經常都是行內主導 即是我們提及了這麼多的東西 都是在說OK 我們現在有一個Phenomenon 一會兒不需要去掌握 在同時我是和上海商連片合作過的 他們Power Station of One 他們一開始建成之後 他們在國內外去招聘最好的人才 而不是像香港現在那樣 不斷在LCSC的行政人員那裡 挖一些人去西九 為什麼一路都會有這個思維 我們要將一些已有的公共機構裡面的人 挖入一個新興的當代藝術博物館呢 為什麼這麼久 好了 我們現在多了這麼多人出來 為什麼又不將他們軟圈回到西九裡頭 或者甚至乎現在新興的藝術機構呢 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參與西九作為一個動詞 時間都有 相當的日子都有五年左右 之前呢 西九的資春機構 我都見過成年 由第一天開始 譬如說 單一招標的時候 我反對他 當時我是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話 西九拍到大家照片 我可能很多人都會記錯 接著我第二個建議 就是西九要運的就是本地人 本地的行政人員 但是當時沒有這麼做 沒有這麼做 我就在局裡面這麼說 我說我可以接受第一批的 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 或者沒有這樣的資歷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說我們請這些外國人呢 我們請他們的最重要的功能角色 就是要將他們有的 國際經驗也好 專業經驗也好 傳授給我們的本地人 所以我們第二個generation 就是第二代 應該是以本地的藝術行政人員為主 但是很可惜到現在都沒有落實 那第三個 我當時也說不了 我說我們第一批西九的開山砍石的人 不一定是需要藝術專才 因為當時說的是建設 我說到差不多建設到完成了 我們要開始管理的時候 我們才引進這些人才 但是很遺憾地這樣說 我這些意見一直都是在西九管理局 是少數意見 今天我才跟大家說 一路都是少數意見 當然它也有了會議紀錄 但是當時因為西九的遊議規則 就是說我們共同社會會的會議 說了之後才能有 批評他們出街 那結論就不是這樣 所以未來西九的一個發展 我覺得大家應該將我的焦點 我也都將這個焦點 就是聚焦我們怎樣去為我們的本地藝術 藝術家 藝術家 去打拼 怎樣去完善我們西九的 所謂由西九引起的 帶起的 整個社會的藝術軟件 發展的問題 這個就是馬上 應該是進入到我們的議程裡面 是大家一起去探討的 周先生 我補充一句 你剛才說的那個 行外帶領行代 其實這個也都反映在 其實根本在這個 成為我們的界別 怎樣去產生一個代表 都是一個這樣的現象 為什麼 但是如果你有份去投票去選一個代議士 進去的時候 我相信那位代議士 會將你的意見已經一早說出來 也都一早改變了整個狀況 怎會是今時今日這樣 因為其實整個香港 特別是功能界別這一段 或者我們這個功能界別 根本就是行外 就是帶領行代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說 你那次污水不放走 你不改變這個制度 就永遠都會是行外帶領行代